接下来看一下教材的第七章 第七章是证券法 毫无疑问 第七章从考试的分值和难度来看 都在我们这十二章中是居于首位的 那么我们把第七章分为路干节 首先第一节是对证券法律制度的概述 整体上来讲 这一节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看 包括证券法的适用范围 什么适用证券法 什么是参照证券法的原则来制定 像这样的考点都是多次考核过的 对于证券的类型 股票 债券 存投凭证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证券的公开发行的界定 如果是公开发行 如果是变相公开发行 那如果是非公开发行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管理的规则 而对于教材的第一节中的重头戏 毫无疑问就是关于强制信息披露 那在这里呢 增加了大量的一些新的内容的表述 关于信息披露的类型化 关于首次信息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的要求 持续信息披露都有哪些特殊的情况 定期报告 年报翻年报 临时报告主要针对重大事件 而重大事件中的股票和债券 又有所不同 而对于信息披露的事务管理呢 我们在这里也做了更详细的介绍 这里有大量的知识点 都是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都需要我们在考前做重点的复习 而作为投资者保护制度呢 这也是从20证券法之后呢 我们新增加的 那么对于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的意义 在于什么 怎么样对于普通投资者做倾向性的保护 投资者保护机构都有哪些权利 尤其到这里涉及到的几个诉讼 那么这个投资保护机构 也就是投保机构 它在这个几个不同的诉讼中的地位是什么 一定要区分开 尤其像这里的代表人诉讼 还和我们教材后面的相关诉讼呢 结合到一起了 好 首先呢 看第一个考点 证券法的适用范围 来看这样一道题 下列证券发行以交易行为中 直接适用证券法的 像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它的上市交易 存托凭证 以及政府债券 它们都是直接适用证券法的 而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 它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创新产品 而对于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呢 它是由国务院参照证券法的原则来制定的 所以说它不直接适用证券法 那这道题呢 答案选ABD 下面这道题 它考核的是关于我们股票的分类 在境内发行 供境内主体以人民币来认购了 是什么呢 就属于我们的A国 答案选A 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存托凭证 存托凭证基础证券的发泄人 在国外发行证券 这是对的 我们所讲的存托凭证 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投资境外 证券产品的一种投资的方式 那么它受不是我们国家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呢 也要受啊 不要觉得它是在境外发行的 但同样接受我们的监督 B 因存托凭证发生纠纷 存托凭证发生的纠纷呢 我们要求专属境内管辖 所以一定要由境内的法院来管辖 而不能选择 或者说不能实意去选择其他法院 选项B 表出错误 C 投资者持有存托凭证 既成为存托协议的当事人 视为其同意并遵守存托协议的约定 通过存托协议的约定来明确了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 D 存托凭证的基础财产 包括境外的基础证券 其衍生权益 我们就是把境外的基础证券 作为存托凭证的指向 然后在境内对应发行 可在境内交易的证券产品 所以说D的表出也是正确的 这道第一证据的答案是选项C和D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根据规定下来关于证券发行的表出正确的有 A 未经依法注册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 记住 随着证券法 我们逐渐导向了注册制 所以说公开发行证券应当依法注册 这里的证券也就一计包括股票 也包括债券 B 公开发行证券 需依法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经其授权的部门来进行注册 比如说到交易所 C 如果是非公开发行 这个时候它属于私募 私募它就主要是受公司法 核动法等法律的调整 它这是私募的一个规制的范围 所以说这道题里点下ABC的表述都正确 再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公开发行 不属于公开发行的 当我们所讲的公开发行 要么是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这个时候不用考虑人数 比如说像这里的不特定对象 就是社会公众 那么不用考虑人数 只要是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都属于公开发行 第二类是向特定对象发行 但是人数超过200人了 比如说向累计超过200人的本公司股东 来发行证券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它不是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界定为公开发行 所以选项B 向累计超过100人的本公司股东发行证券 它并不属于公开发行 答案选B 接下来看一下与信息披露有关的考点 一道多选题 下例关于信息披露的表述中正确的 以信息披露的内容 是否为法律强制规定公开为标准 分为强制信息披露和自言信息披露 也就是说在进行披露的时候 强制信息披露是你必须要按时披露的 自言信息披露的是你愿意披露的 那好 即使你是自言信息披露 你也要追求以强制信息披露相同的主义义务 B 以信息披露的内容为标准 分为硬信息和软信息的披露 又叫做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的披露 C 以信息披露发生的阶段为标准 分为首次信息公开和持续信息公开 首次信息公开 比如说招股说明书 持续信息公开 比如说年报 D 具体负责信息披露事物的上市公司董坚高 应当做到及时公平 不光是真实准确 还应当及时公平 这样才能保证政策市场的信息的对称 所以选项ABCD的表述都正确 这样的一个考点 是一道今年教材的若干表述上的变化 希望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再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的考核是关于自言信息披露 A 自言信息披露应当采用强制信息披露 同样的披露原则 别看你是自愿的 但只要你想披露 就必须和强制信息披露 遵循相同的披露原则 B 自言信息披露的内容中 如果出现了虚假陈述 需不需要承担明示赔偿责任呢 也需要 所以说选项B表示错误 C 自言信息披露应当保持信息披露的 持续性和一致性 不能进行选择性披露 这样才能实现信息的完整 B 自言信息披露 不得利用自言信息从事市场操纵 这都是对的 所以表示错误的只有选项B 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单选题的考核的是 关于首次信息披露文件 教材中对于首次信息披露文件 介绍了三种 招股说明书 债权目击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 上市公告书是 这个公司已经符合上市的条件了 准与上市给予的公告 而招股和债券目击说明书 都是对外发行的一个 首次信息披露的文件 当然教材中重点讲的 还是招股说明书 而对于定期报告 它处于持续信息披露 包括年报和半年报 所以在这道题里 不属于首次信息披露文件 是选项B 看一道单选题 招股说明书中 引用的财务报表 在最近期末截止日后的 六个月内有效 特别情况下可以申请延长 那延长最多不超过多长时间呢 不超过三个月 记住答案选B 看这一道多简题 下列人员中 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 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的 有谁 那在这里发行人的董监高 都是要在招股说明书上 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只有保健人及其保健代表人 他是要对招股说明书进行核查 然后是在核查意见上进行签字 而不是在招股说明书上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B C D 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根据规定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 如果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时候 应当由特定主体对其作出专项说明 那么下列各项中属于该特定主体的 也就是说由谁来对该公司的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了一个非标准审计意见 这个事实进行一个公开的阐释 是由董事会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答案选B 看这样一道多点题 上市公司发生的下列事件中应当立即进行公告的 这道题考核的是关于股票中的重大事件 A 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可能会对公司的资产负贷权益或基金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进行公告 B 董事长或经理无法履行职责的 那还包括董事或三分之一以上的监视或经理 发生变动的都需要进行公告 C 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 质押出售或报废一次性超过该公司资产的30%的 需要进行公告 B 公司的实控人及其控制其他企业 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近似业务情况 发生较大的变化 这些都属于 那么除了这四种以外 还有其他的几种 一共有十几种的情况 这道题答案选ABCD 我们也把与股票有关的重大事件的情况 都做了一个总结 希望同学们结合这道题 对相关的知识点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接下来看一下关于学习披露的事务管理 多简题 根据规定 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置备于特定的场所 现在我要披露这个信息 我应该放在特定的场所 被他人来做这样的一种查阅 下列各项中属于该特定场所都有 这样的依法披露的信息 第一应当置备在上市公司的住所地 比如说他的主要办事 经贡所在地或者是注册地 这样能够被人所查阅 以及证券交易所 这两个场所都属于特定的场所 答案选A和B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下列关于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 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的表述 错误的是A 依法披露的信息要真实准确完整 这是对的 这是一个具原则性的要求 B 如果先批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信息 同时在境内也要进行披露 这是对的 C 信批的公告文稿 应当报受上市公司注册地的证券交易所吗 不是的 我们指的是上市公司注册地的证券监督局 也就是证监局 D 不得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告义务 正好到你需要发布定期报告的时间了 突发一个重大事件 然后你就把临时报告和定期报告混在一起了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的 所以这道题表示错误的是选项C 再看一道多前提 上市公司应当在最先发生的以下任意时点 及时履行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义务 也就是说信息披露义务呢 不但我们要讲你什么时候需要披露 还应当督促你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披露 那么这样的几个事件节点呢 既包括董事会对该重大事件形成决议 也包括监事会形成决议或有关各方签署 异书书协议以及董建高知习该重大事件发生时 这个据表述是今年教材有所变化 以前是发生并报告 现在把报告去掉 只要知习发生就算触及时间节点了 所以选项ABCD都属于触发旅行重大事件 性批义务的时间节点 哪一个发生在先就以哪一个为准 答案选ABCD 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就重大事件形成决议 使应当即使履行性批义务 根据规定下列关于该时间的表述正确的是 也就是说在什么时间节点内来履行性批义务呢 就是说当我们触及披露点以后的多长时间内 我们要求是两个交易日 答案选A 多远题 下列关于上市公司董事在信批工作中的职责 表述正确的有A 发行人的董事应当对证券发行文件签署 书面的确认意见 这是对的 B 上市公司的董事在信批中表明自己无法保证 该文件的真实性可以免责 记住不对 我们对董事要求的义务相对来说比较高 上市公司的董事不能仅以自己已经表明无法保证该文件的真实性来进行免责 还需要有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才可以 协将B 表示错误 C 上市公司的董事负责组织协调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 注意不是董事不干这个事 董事是负责经营管理的 干这种流程性的事是董事会秘书 D 上市公司董事长对公司临时信报告信息披露和财务会计报告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这是对的 这道题 大家也选A和D 看这样一道多讲题 上市公司的股东实控人发生一定事件时应当主动告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并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他一般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 但是对于公司的股东或实控人发生的变化 实际上有的时候上市公司也是比较被动的得知消息的 那这样一个消息主要是由上市公司的股东或实控人他们来主动告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的 这样才方便于上市公司履行这样的一种新批诱 那什么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股东实控人需要作为这样的 将这样的一个事件告知上市公司呢 看全上A 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实控人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比较大变化 比如说不控制了 C 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股份 或任何一个股东所持5%以上的股份被质押 被采取其他司法强制措施 或者是准备要对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这些事项都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和实控人 需要个报告给上市公司 然后配合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事项 答案选ABCD 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出具专项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 发现上市公司提供的材料有虚假记载的 应当要求其纠正 如果他不纠正 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向谁来进行报告呢 这里首先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要不要告 要报告一下 对于公司注册地的证监局 其次对于他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报告 选项A和B都是正确的 其他这两项不属于答案选A和B 接下来看一下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相关考题 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投资者的表述错误的是 我们把投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那对普通投资者是有一个倾向性的保护的 当然两者如果符合条件的时候是可以互相转化 B专业投资者的标准要由国务院证监会来制定 这是对的 C股东投资者和证券公司如果发生纠纷呢 我认为你证券公司给我提供了一些证券方交易方面的误导的行为 那这个时候投资者可能会与证券公司发生这样的一种纠纷 那谁来提供证明证券公司存在这种行为呢 我们为了保护投资者是实行了举动责任倒置 这种情况要由证券公司来自证清白 所以选项C表示错误 B 普通投资者和证券公司发生纠纷 如果普通投资者要求调解的证券公司不得拒绝 所以这道题表示错误的是选项C 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投资者保护机构所能履行的 保护投资者职能的用 这道题考的就是投保机构的功能 那投保机构可以进行代理权的征集 以前我们的旧教材动叫做表决权 今年改成代理权了 B 如果发生证券纠纷了 可以向投保机构申请进行调解 如果是普通投资者申请调解 证券公司不得拒绝 也可以提起证券的支持诉讼 也可以提起代表人诉讼 这叫ABCD都证券 下面一道题作为一个多数选题 同样考的是投保机构 那么表述正确的有A 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征集人 征集股东权利时 不能采取有偿或变相有偿的方式 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 在征集表决权的时候 一定要遵循自愿的原则 不能以有偿等方式来做 这样一种不当的吸引 B 投资者保护机构 持有公司股份的 在公司权益受损时 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而且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时候 还不用受你持股比例 和持股时间的限制 C 投资者保护机构 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 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这是可以的 那么50名是门槛 那么门槛过了启动以后 如果个别投资者撤回委托 导致低于50人了 不影响投保机构 继续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B 投保机构作为公司股东 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时 持股的比例及期限 不受公司法的限制 这里选项ABCD表述都正确 看一道多简直 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中 代理权征集时 可以作为征集人 都是谁可以征集股东手里的 这样的一种表决权 然后对他进行代理表决呢 上述公司的董事会是可以的 记住这叫董事会 而不是董事 B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可以 C 就不对了 我们要求是持有1%以上 表决权的股东才可以 D 也不对 证券服务机构不可以 但是谁可以呢 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 所以选项C和D错误 这到底选A和B 再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下列关于投资者保护制度中 代表人诉讼的表述证据都有A 代表人诉讼是一种共同诉讼 是的 那么我们基于共同的诉讼 来形成了一个同一诉讼行为 B 代表人诉讼区分为 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 普通代表人诉讼呢 比如说我们10人以上 我们委托一个代表人 特别代表人诉讼呢 一般我们要求是50名以上 投资者委托 可以启动这样一个特别代表人的程序 而投保机构作为诉讼代表人时 他就是特别代表人诉讼 而这个时候对于受损害的投资者 实行的什么原则呢 是漠视加入明示退出 也就是说我默认你们都是同意 我投保机构为你们的利益提起诉讼的 你要是自己有不同意见 你应当明确表示退出 所以选项D表述是错误的 这道题大家也选ABC 谢谢大家